中共軍費預算大增 中共擴張野心 威脅全球 赤字6萬億 北京要求地方政府勒緊腰帶 美國新一輪制裁 將重擊中共AI技術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兩會正式登場 北京管制措施再次升級 3月4號起 天安門廣場完全封閉 大批武警、特警和保安人員助手戒備森嚴 廣場周邊還有特警牽著警犬搜查 北京街頭也有各種保安人員巡邏 香港《明報》3月5號報導說 記者在前往酒店的路上沿途不時見到交通管制 每隔一兩個街口 就看到有武警持槍站在警車前戒備 市區的行人過街天橋 還有看橋員助手 身旁還放置有滅火器、防暴盾牌等 據當地民眾透露 從中共二十大前夕發生了 私通橋懸掛抗議橫幅的事件後 當局制定了天橋守衛預案 在兩會來臨前夕已經啟動了看橋員招聘 日薪可達數百元 3月5號 中共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場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做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 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率目標定為了5%左右 這是1994年中共設置經濟增長目標以來的最低數字 不過 在中共病毒疫情爆發的第一年2020年 中共沒有設置GDP增長目標 當年中國經濟增速為2.2% 而去年 中共在人大會議上設定GDP增長5.5% 但僅實現了3% 在中國消費低迷出口訂單減少 國際資金撤離 供應鏈轉移 大批企業倒閉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 中共今年5%的目標是否能達成還是一個未知數 另外 由於中共的數據一貫造假 這些所謂的增長目標達成比例 到底有幾分真實 外界也多有疑慮 日前 北京兩會公開的信息顯示 儘管大陸經濟低迷 但2023年 中共軍費預算還是大幅增長7.2% 外界分析指出 中共在軍事上的實際開支 可能遠高於官方數字 5日上午 中共第14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 根據大陸財政部的政府預算草案報告 官方編列的2023年國防支出為 15,537億元人民幣 比去年的1.45兆元增加7.2% 比前三年增幅都大 多年來 北京不斷提升軍費開支 大力擴張軍備 今年北京的國防預算相比2013年已經翻倍 中共現役軍人人數排名世界第一 每年新增大量戰機、艦艇、導彈等 在台海、南海、中印邊境等處 中共軍隊長期對相關國家與地區 進行軍事侵擾與霸凌 不斷叫囂要武統臺灣 這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擔憂與反制 對此 臺灣國防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 蘇紫雲表示 受疫情極端風控等的影響 中國經濟遭受重創 各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嚴重 但即便如此 中共還是執意維持軍費的高成長 前中共海軍中校姚誠談到 中共的官方預算不像西方國家那樣透明 並不能代表其真正的軍事開支 因為北京公布的軍費 主要是用於軍隊的正常開支 提高官兵待遇、穩定軍隊 中共還有另外專門用於發展武器裝備等的特別經費 是按相操作的 根本不會公開 4號 中共全國人大發言人王超聲稱 中共軍事現代化 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 國防預算增長 既是應對複雜安全挑戰的需要 也是履行大國責任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的說法 你都要給它打折扣 明明是曾則言 就是說瞎話 那相對的就是很清楚 各國對中共軍事的擴張主義 已經採取更積極的圍堵的一個態勢 大陸民眾王先生表示 大陸軍隊只是維護共產黨一黨之私的黨衛軍 中共在老百姓生活淒慘的情況下 依然大幅增加軍費 完全不顧民眾死活 實際上 如果中共不去挑戰西方文明國家 不去拉攏其他流氓國家 就根本不存在國防問題 而且 中共軍隊最主要的職能之一就是對內鎮壓 但隨著老百姓的日漸覺醒 中共越發恐懼 這些賣國賊 他們就成為過街老鼠 進攻之鳥 往往不可終日的狀態 就是那個設立內任 聲勢力竭的對外叫囂 來克服它的恐懼心理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年以來 歐美一直擔心中共在變相 向俄羅斯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 日前 美國一再示警 北京正在考慮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性軍援 並強調 如果中共一意孤行 將會帶來嚴重後果 中共兩會開會前夕 中共財政部長針對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狀況做說明 去年的公共預算赤字高達6萬億元 呼籲長期堅持過緊日子 兩會前夕中共國務院新聞辦舉行 《權威部門化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 財政部長劉昆透露 各級財政部門近年指導方針 堅持過緊日子不動搖 劉昆承認去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0萬億余元 而預算支出26萬億余元 增長6.1% 也就是透支6萬億元 劉昆還提到 將督促地方努力降低行政運行成本 稍早《求是》雜誌微信公眾號刊登劉昆的文章 也提到今年財政收入增幅不會太高 財政收支形勢依然嚴峻 外界認為 北京當局多次要求各級政府勒緊腰帶 主要是在堅持動態清零的過程中 耗費大量資金建設隔離設施 方艙醫院做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實行三年代價高昂的清零政策後 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危機 如今被迫突然修改國家的醫保制度 外界質疑 醫保基金 外界質疑 醫保基金 被挪用了 3月2日 標普全球評級發表報告 中共中央希望地方政府在經歷過去幾年的債務高漲 收入銳減 赤字擴大之後 讓財政狀況重回有序狀態 這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忽視陷入困境的 非重點國有企業 任由他們違約或重組 中國人民大學今年1月發表的地方財政發展報告 近兩年的地方財政收入成長乏力 但迫切需求的支出擴大 以致平衡收支矛盾得靠舉債 造成中國去年各省債務增速遠超收入 土地的財政收入 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收縮而嚴重下降 這個部分的財政收入嚴重下降 臺灣總體經濟學家伍嘉隆認為 財政虧空的另外一個原因 是一帶一路政策 當初一帶一路大撒幣 把很多錢用到國外 另外很多紅二代、官二代成立企業 然後去國外接單 承作一帶一路的一些工程 然後再把錢轉到自己口袋 伍嘉隆表示 中共腐敗體制的以權謀私由來已久 財政危機只是遲早的問題 而現在已經表現出來了 美國新一輪制裁 將重擊中共AI技術 近日美國商務部將28家中國實體或個人 加入貿易黑名單 其中包括了浪潮集團、龍心等 中共的科技龍頭企業 將對中共在人工智能領域造成沉重打擊 請看報導 3月2號 美國商務部將28個位於中國和香港的實體 和個人列入制裁名單 其中包括浪潮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龍心中科、第四辦事科技有限公司等 美方稱 他們因獲取和試圖獲取美國原產物品以支持中共的軍事現代化努力 而被列入實體清單 對浪潮的制裁與對華為實施的制裁類似 這意味著世界上的所有半導體都在禁令內 公開資料顯示浪潮集團為中國大陸提供了超過一半的人工智慧伺服器 它還在阿里雲、騰訊、中國移動等服務中得到廣泛使用 也是中國Chat-JPT百度AI伺服器的主要供應商 美國的制裁將嚴重阻礙中國計算能力的發展 甚至還會影響到中共軍方企業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智認為 美國對中共有針對性的制裁是基於中共國家力量對於民主社會的滲透 甚至是對國際秩序和市場經濟的破壞 吳瑟智指出 美國眾院最近推出相關的抗衡中國的法案 不只是美國跨黨派對中共威脅的一個認知 它更是聚焦在對美國威脅相關的一些項目上 所以對於美中之間衝突 美國所採取的動作會越來越具體 那麼在美國的小院鋼牆這個戰略裡面 它認為AI技術它是一個倍增器 在這一點上它一定要切斷中共的超越的步伐 所以在這一次它制裁了浪潮集團 因為浪潮集團它的服務器在中國的電子系統裡面 在中國的AI裡面它是一個基礎的隆土地位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表示 中共一直說它的經濟規模很快要追上美國了 但需要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 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高科技的資源 而美國和中共在高科技方面有選擇性的脫鉤 顯示它絕對不想讓中共利用美國的技術來超越美國 這次華大基因旗下的華大基因研究院 以及華大基因技術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實體清單 商務部在聲明中說 他們收集和分析基因資料資訊 說明中共政府監控和監視 甚至已被用於鎮壓少數民族 此前2020年7月 美國也將華大的兩家子公司列入經濟黑名單 而且路透社此前曾報導 華大還與中共軍方有合作 王赫認為中美之間在軍事經濟和科技的三個層次的競爭 美國最擔心中共把AI和生物科技用在軍事上 這一次制裁包括浪潮和華大 這表明美國高度警惕中共在AI和生物戰這方面的野心了 吳瑟智指出 其實中共最高層也知道 目前中國產業發展最缺乏的是高新科技 因為這些技術都掌握在美國和西方國家 以及臺灣 日本 南韓等美國的戰略夥伴手中 在美國的圍堵下 中共很難像過去那樣通過竊取或滲透獲得先進科技 吳瑟智表示 制裁已經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衝擊 除了它的經濟疲軟之外 它的高端技術成長也很不樂觀 下面我們來關注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的維權情況 中共兩回登場 北京的監控措施再次升級 忙日人山人海的中共國家信訪局門前 現已經見不到訪民的蹤影 各地近親訪民都被當地政府劫回 非法拘禁在黑監獄或加州 根據訪民提供的消息 僅上海一地 截止到3月2號 就有至少31人被監視居住或關黑監獄 原北京豐瑞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峰 在2015年中共迫害維權律師的 709大抓捕行動中被捕 之後被判刑7年 去年9月24號才刑犯出獄 今年2月28號 他在海南註冊了一家 名稱含有709字樣的法律諮詢公司 結果3月3號遭國保約談 不僅公司尾牆只要求註銷 兩位幫助他註冊公司的朋友 還遭到海口市公安局傳喚 北京知名義人士胡家的父親 正因疑腺癌處於彌留之際 但中共當局因為兩會維穩 不顧胡家的一再請求 3月4號仍然將他強行帶離北京 至少要等到兩會閉幕後才允許返回 胡家父子可能就此天人永隔 見不到最後一面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木蘭縣 訪民耿首俠2月28號 前往瀋陽第二巡迴法庭立案 在火車上被哈爾濱警方攔截 耿首俠拒不下車 之後在警察的陪同下去了巡迴法庭 3月1號被帶回當地後 直接被送往拘留所拘留15天 中共清零三年的後遺症正在浮現 中國新年之後 海運價格指數持續創新低 其背後的景象則是產業鏈外移 外貿訂單下滑 工廠崗位銳減 打工人的生計更加艱難 中共官方發布的海運價格指數 長達半年持續走低 其中上海航運交易所發布的 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 連續第三週處於千點以下 來到946.68點 跌幅較上週擴大 一名知名海運營運商告訴自由亞洲 疫情爆發三年間 中國的海運業經歷了過山車般的歷程 如今一片慘淡 空跪壓崗的情況比比皆是 導致的原因很多 主要原因是產業鏈外移 最致命的是疫情三年嚴苛的管控政策和上海封城 而轉移出去的大多是中國的本土企業 根據一些我們說的航運的相關的數據 我們看到目前中國的外貿方面訂單 減少數都比較明顯的 2023年的第一季度 估計的外貿訂單可能會下降40%左右 我們看到整個2023年 根據一些招工網站看它的數據 長三角和珠三角 那些傳統的一些出口企業 他們目前的招工情況 大部分來說可能已經是減少招聘 甚至是不招聘 由於大量企業減少招聘 根據九派財經報導 中國新年過後 浙江嘉興一家材料工廠招聘20名員工 有300多人冒雨前來面試 工廠門口排起了長龍 原來經營餐飲和教培行業的王先生表示 他的公司在疫情當中倒閉 目前正在找工作 我都去了但是和自己預料的 其實沒什麼區別 情況可能比解放之前還要糟吧 王先生說 他原本負債700萬 賣車賣房後還負債200萬 目前像他一樣倒閉失業的人很多 大家原本期待很高 但感覺當前就業市場非常困難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分析 清零政策導致內需不足 恐怕不是放開後 馬上就能恢復的 一些小商家遭遇嚴重虧損 一時難復原 大量外資企業外移影響十分深遠 日本的企業搬離也比較多 像東基 索尼 它整個產業鏈都外移 這部分也會影響了整個上下游的產業 它們配上產業相關的頂端 包括在2022年的第四季度 中國出口的跟歐美的市場情況 也是減少百分之十幾 主要原因還是由於之前的疫情清零政策 第二方面就是歐盟跟美國 與中國貿易跟外交關係比較緊張 有些產品例如芯片 一些敏感的行業 它們都盡量尋找第三方來替代 今天開始要拋一段時間來外賣 因為工廠要防假幾天 有領導的話說就是端暫性跳針 明說吧 就是擔擠啊 二月以來包括深圳東莞 鄭州多地傳出工價調降 港位稀缺 不少工廠提前關閉了招工渠道 一家東莞大廠 結融公司甚至發出放假通知 稱公司由於訂單驟減 部分人員從2月21號放假到5月20號 6月後是否繼續放假還有待通知 黃大衛認為 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 許多企業擔心中國受到連帶的制裁 一些敏感產業轉移訂單和產線 再加上清零三年的後遺症開始浮現 黃大衛說 總體來說 這些負面因素屬於長期因素 或許不是企業放長假可以解決的 大陸民眾讀了《九評共產黨》一書後 理解了退出中共組織的意義 聲明三退 來看這一期的三退聲明精選 河北石家莊的吳德福說 不讀《九評》絕不懂三退真機 更不裂解世人難解慈悲意 回頭已無一線天的良苦用心 世間萬物 所以我從清白最寶貴 蒲天之下 乃棄絕惡黨為大絕悟 所以我從今天起正式退出曾經加入的共青團 及一切邪惡黨組織 大陸的劉七環說 我是劉七環 小時候被迫加入了中國少先隊 那時候我還不懂什麼是真相和正義 只是盲目地跟著老師和同學們做遊戲 現在我長大了 看到了中共的邪惡和殘暴 它對人民 對國家 對世界 造成了多大的災難和危害 我深感愧疚和恐懼 不願再與中共有任何關係 我在此聲明 退出中國少先隊 退出中國共青團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 各位再見 拜拜